今天凌晨,沈梦辰在INS晒出自己与杜海涛的亲密合照,虽然什么都没说,但仍然有不少网友在评论里直呼,好幸福好幸福。 照片中,沈梦辰穿着嫩黄色短袖T恤搭配超短牛仔裙大袖好身材,右手轻轻挽着杜海涛的胳膊,而一旁的杜海涛则身着灰色宽松短裤和黑色上衣,斜跨黑色小背包,两人直视镜头,十分默契。 另一张照片中,沈梦辰微微点起脚,跟双眼,盯着杜海涛向其线稳,而杜海涛则整个身体倾向沈梦辰闭上眼镜嘟起嘴巴,看上去也十分享受。 不过两人这次大方秀恩爱实属罕见,从以5年3月被网友扒出恋情到现在,同况照少之又少,大多位合作主持的现场照。 沈梦辰第一次晒两人合照,也是在主持后台,称亲为罗位帅罗巴,谢谢你的保驾护航。 直到16年11月,沈梦辰在节目中被问及,是不是很想嫁给杜海涛时,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,那当然了,并称自己是杜海涛心中的唯一。 而杜海涛在采访中表示,沈梦辰经常鼓励自己关心自己,想和沈梦辰奉子结婚。 今年5月,傅欣伯影儿结婚时,影儿将手捧花直接抛给沈梦辰,引得其在微博发问,这是什么意思? 除了粉丝日常催婚外,杜海涛本尊更是现身留言区,回复趁好事将近,并配上三个亲吻的表情。 之后不久,谢娜又在节目中,询问杜海涛,你是不是特别想当爸爸?他直言我很想当爸爸。